没想到一支破球拍 竟然可以造就16个世界冠军 到底是什么魔力在影响着它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是明明没得奖啊 为什么要来 什么 小伙子 加油 这次来参加这个颁奖 就会有新的动力 很多人知道你在这家军动 已经做到自己最好的一面了 在劳人士里面 你也是最多只是一个推荐提名 也没有关系 其实这次来不是代表着你个人 也不只是代表着中国羽毛球队 是代表这项运动 这次来参加劳人士也是第一次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非常荣幸 因为这个并不是所有运动员都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也希望在不久将来有更多更多的中国运动员能够参与到这个里面来 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奖 祝福他们 这是我去完劳人士回来的一个印象 可能也是对我这次去劳人士自行的一个小节 我拿过这个项目上面的所有的世界冠军 所有的冠军我几乎都拿了 在我的领域里面 我不会比任何其他领域里面的优秀领员给他们差 没有这个资格去得这个奖 但是我这次去劳人士 我也发现没有人知道羽毛球是什么东西 他讲了很多例子 比如沃尔特百米的速度 还有网球的时数是201公里 甚至讲到F1的时数是321公里 作为运动员来讲 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他们不知道羽毛球是全世界球类运动 速度最快的 其实羽毛球并不被人更多的关注 很多人都不知道羽毛球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会让我觉得很心酸 在我们中国羽毛球非常的火 但是可能很多其他国家他并不知道 所以我在想 这个到底是运动员的问题 还是国际员的问题 还是每个国家的羽鞋的问题 其实从银河来讲 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 最主要我觉得首要要做就是 你要把这件运动推出去 国际员必须把这件运动推出去 能够得到更多国家人的 认可 至少要让更多的国家的人喜欢体育 知道什么叫羽毛球 让他们知道羽毛球的魅力 这样才更有利于羽毛球将来的发展 其实现在很多的人已经记不到 北京奥运会的那51个金牌 所有人的名字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真正金牌的意义是什么 难道就是在冠军领甲台那一刹那吗 我在国家队11年的职业生涯 让我慢慢明白 其实有的时候运动员 不只是意味着他去求金牌 重新地去认识一下体育到底是什么 不仅仅只是说每个运动员 当作工具去拿金牌 我会全心全意地去为羽毛球 做出所有的努力 那还有可能就是我会离开羽毛球 我很好� suffered了 shepherd 蜘蛾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